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两个给我站好 好好的反省 不准乱动 有任何人书本掉一次 两人就加五分钟 不公平 再叫再加五分钟 这么罚下去什么时候才站得完 好好的站就站得完 我尿好急 一发站就毛病一大堆 快去上 你也去 孩子的娘 不要这么严格了 这是对他们好啊 是没错了 但是换个方式让他们顶着书本绕着院子走二十圈或许好一点 不错耶 又可以训练他们不急躁 好好走路 看看 这么好好走路多好啊 平常老是又急又冲的 怪了 有谁这么小心的走路啊 走路稳重 也是家教的表现 小丽妹走得好好哦 小丽妹走得好好哦 很好 小丽妹很有样子哦 看来接下来还要训练他们坐有坐向 站有站向才好 没错 真是一举两得 难得偷闲 这儿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大草原啊 是啊 在异地谁会不想念家乡呢 可惜 这里不能像家乡一样 能够在草原上骑马奔跑 看着天空就觉得心情好起来了呢 好想家乡啊 爹 咱们为什么不回家乡去呢 期待那一天啊 现在是我为国家尽忠的时候 而且我还要养活你们啊 你们也想念家乡吗 当然了 在家乡又开心又自由 还有好多地方可以跑 对啊 娘 我不懂 为什么汉原有这么多规定跟礼教 感觉不舒服 也很麻烦 但是他们却认为这样比较好 有时候还会让我感觉我们比较随性似的 这只是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同 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啊 是啊 这样上学感觉真的太棒了 阿喜 以后咱们上下学的路上就赤脚走路吧 好啊 我喜欢 这样走还习惯吗 有点不习惯 可是超喜欢的 就是自己的感觉 对不对 对 这就是我们 他们两个到底在干什么 你们怎么把鞋都脱了 脚都弄脏了 赤脚脚走路感觉很舒服 可是赤脚万一踩到脏东西 简单 用水洗一洗就好了 比穿鞋还方便 可是你们为什么突然不穿鞋了 这是我们家乡的传统 除了天冷 不然多半是不穿鞋的 打赤脚很容易受伤吧 习惯了 很少有人因为不穿鞋而受伤的 反而有人因为穿鞋不会走路而扭伤脚的呢 好 都准备好了 现在跟着我念 弟子归圣人训 首孝替赐锦信 弟子归圣人训 首孝替赐锦信 我们俩好舒服哦 难怪阿夫跟阿喜说 不穿鞋才是最舒服的 小栗子 穿心底啊 母姐 这脚踏在背上真的很舒服呢 父母呼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懒 真的很舒服耶 父母呼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懒 小栗子 你们两个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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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脚怎么了 天气太热 让脚透透气啊 对 透透气 真不畏生 对啊 不畏生 脚是身体私密的部分 在公共空间穿鞋是一种礼貌 你们快把鞋穿好 是 王赵 在我们家乡大家都不穿鞋 也没有人会觉得不礼貌 地狱不同 风土民情也就不一样 你们今日入庆随俗 要有符合当地礼貌的生活习惯 方丈 难道外遇比较没有礼貌吗 不同的族群都有各自的民情文化 人人生而平等 要彼此尊重 彼此包容才对 试试干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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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羯 摩羯 脚踏实地是不是很舒服 是啊 有种让脚完全舒展实实在在呼吸的感觉 怎么样 很舒服吧 是啊 可是脚底会有刺刺的感觉 不会 不会 我带你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阿姑 你要带我去哪里 痛啊 受不了 阿姑 阿姑 你跑慢点 阿姑 你要做什么 试试看 我穿鞋爬树特别好爬 真的假的 我不喜欢爬树 我才不信 穿鞋一样好爬 看来你得留在树下陪我咯 想不到不穿鞋子会这么有趣 哈哈 有趣的事可多着呢 如果打赤脚不那么疼的话 是蛮好玩的 娘 我回来了 诶 怎么了 走路怎么一拐一拐的 不知道啊 就是疼嘛 来 先坐下来 你看看 脚底都破皮了 难怪会痛 怎么搞的 没穿鞋子 有鞋穿 干嘛不穿鞋子 阿福他们说 不穿鞋更健康 先用湿毛巾擦擦 擦好了帮你涂药 好痛 阿喜说 猴子爬树这么灵活 就是没穿鞋 我们是人 又不是猴子 不穿鞋走路很痛 可是大多数时候 真的很舒服 穿鞋子就是要保护脚嘛 突然打赤脚 难怪破皮嘛 为什么阿福他们不穿鞋 也没关系啊 因为他们的生活中训练过 可以适应 咱们没受过训练 可没办法一下子适应呢 汤包说他们这样没礼貌 这和有没有礼貌 没什么关系啊 不同的族群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应该要彼此尊重才对啊 爷 你说的跟方丈说的一样啊 他们只是生活习惯跟我们不同 却比我们懂得生活多了 怎么说 外遇人懂得善用各种生活常识跟技能 各方面的才艺可都比我们要厉害 我也觉得阿福跟阿喜 他们特别有才艺 真的很厉害呢 小栗子懂得欣赏不同族群文化 就是你的收获和福气啊 要懂得接受和包容 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不同才有趣啊 对对对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好了 来准备擦药吧 可是娘 你要轻一点 好 5安尖 5安尖 5